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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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說得沒錯 我們是師父心股片的地主 我們如果沒有隨時注意我們的儀態 這樣人會立正師父不跟我們告得好 我們三個人要保持端庄 要保持端庄 才會讓師父我這樣沒味道 是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惠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 《紅塵驛戰》 我們今天要來聊的主題 叫做法親之愛 所謂的法親就是 同樣是正言法師的弟子 而且同行慈濟菩薩道 尤其是早期做慈濟的 大部分都是女眾 所以我們今天在現場邀請到的這三位 感情好得不得了 而且相識超過三十年 首先來歡迎的是近期師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的是我們的繼承月魚 我們的繼媽咪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歡迎文素珍師姐 畢秀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三位相識我們剛剛說 大概三十多年對不對 那個時候大家都還是 非常的有活力 年輕可以到處的去做慈濟 據說你們在彼此當中 還是有很多的回憶 如果要細說從頭的話 還是彷彿昨日 近期師姐認識這兩位的時候 你也說過他們其實是你的善知識 在哪個部分讓你覺得說 可以跟他們的情感 維繫得這麼這麼的好 我一直很感恩 三四十年其實 我們的感情都非常的好 最主要從他們的身上 因為他們都很單純 然後都是 心寬念存的心 就是跟著善人 然後做慈濟 尤其其實善人說 這個婦女 不是只有提家庭的菜籃 是提天下的菜籃 會發現說其實你們三位 好像當時候認識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對不對 真不簡單 那時候他們三四十年之前 可以跟原本不懂的人 又到底不懂的人 因為慈濟而認識 然後有這麼好的感情 可不可以請金媽咪回憶一下 你第一次剛認識我們的 這個近期師姐的時候 對於英雄如何 近期師姐 我當時進來的時候 都覺得一些歐巴桑人 他很年輕 而且他很會寫文章上人 開示所有的 他可以很快的把它寫出來 我說慈濟有這麼聰明的人在這裡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對他真的是另眼相看 你這一提點倒是提到說 以前如果說 人一般的英雄做主座是歐巴桑 我們就要請問近期師姐 你那時候不會覺得說 這樣子一個團體都是婦女 你會覺得在裡頭 年輕人會帶給慈濟什麼樣的影響嗎 我覺得 雖然說以前都是一群歐巴桑 我們也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年輕人進來 我們也可以跟這些歐巴桑 分擔很多的事情 就是說最起碼有一些行政上的 一些的概念或是一些文書上的 我們都可以幫得上忙這樣 而且每一個人在這個慈濟裡頭 都因為自己的背景或是長才 發揮不同的功能對不對 可是怎麼樣可以這麼樣的麻吉 到現在感情還這麼好呢 對 因為那時候全部都是回到花蓮 對 所以各地我們都認識 其實跟文樹貞她的這個緣 其實也是蠻有趣的 應該由她來講 我當時到花蓮去 我們那時候還是去花蓮租車 因為不方便 租完車就有一個人跑出來說 我載你們去還車 載你們去飯店拿行李 然後最後送你們去車站坐車 我想哇 怎麼花蓮有這麼有愛心的人 怎麼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認識了 其實我後來都開玩笑的跟她講 當時她種下來這個好的因 以後她到台北來 都是我負責接送還要在我家睡 還要在我家吃 這個回報是超過她當時對我的服務 所以在慈濟就是這樣子互相學習對不對 你有做一她要接下去做二 然後遠遠不斷的再去 引更多的人再做同樣的一件善事 不過會發現說 其實早期我們提到說 婦女投入慈濟的是比較多的 其實會很不容易的是 在那樣子的一個社會 算是女性自覺對不對 對 三位在做慈濟 在當時常常讓女性要出來安排好多事情 然後可能要去跟她說慈濟 有沒有曾經遇到過一些些覺得困難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請文師姐先跟我們回想一下 因為台灣社會總是對女人的定位 覺得女人會做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辦一些活動的時候 譬如說真情話意擁抱蒼生 我們其實都是由女性的這些委員們 集合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一一把它做工作的分配 我們都很清楚 然後到底這個時候要收集字畫珠寶 或者是說要讓人家先認購 我們其實都處理好了 所以其實行善一般來說 如果是女性在帶動的話 給人家的感覺都是比較柔軟的 接受度也比較高對不對 我們的姬媽咪 其實我們知道說 姬媽咪其實很開朗當中 那也是一段修行過來的 因為我們常常聽姬媽咪很謙虛的說 我也是有收來的 你覺得過去的你在做慈濟跟現在 在看這樣子的一個大環境做慈濟 你自己有感覺有什麼變化嗎 當然不一樣 我曾經跟上人說 沒有進慈濟很好做人 進到慈濟很難做人 因為這麼多人一起要共識一件事情 而且來自不同的地方一個家庭觀念 那你看看這一群人要在一起 然後做同樣的一件事情 要把它完成 而且它是有時間性的 而且要一片的和諧 所以這個時候 真的是在慈濟裡面 沒有喪人的教導 沒有愛喪人的心 或愛慈濟的這份心 真的我想彼此之間一定有所衝突 而且掉頭就走 我也是常常掉頭就走的人 但是呢就想到說我愛的是上人 對 我要完成這件事情 每個人共同來成就 所以因為也是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 一個篤定一個目標方向 所以每個人在一起 真的就這樣子慢慢磨合磨合 這也就是在慈濟很可貴的地方 是喔 所以說其實人家說 走出這路 其實也不可能說行行兵孫 沒有生日也會去踏到酒頭 對不對 所以能夠要不退轉 還可以像三位這樣子 三四十年都一直在這條路上 其實髮親之間的關懷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對 慈濟師姐有沒有特別的印象就是說 可能在你身旁遇到的 不管是姬媽咪也好 或者是樹森師姐也好 或是其他的髮親也好 其實人難免會有一些些 好 情緒 情緒上面 怎麼樣去真正 像你們可以做到髮親關懷 一路上到現在還看得到 這麼棒的慈濟人在前面走 我想其實姬媽媽 剛剛也有說出了這個答案 她就是說這個方向 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就是 能夠跟著上人 然後走慈濟這一條路 第一個 本身這個方向 我們就是依循這個方向 然後去走 然後不退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人跟人之間難免 一定會有一些的情緒 一些的人我失背 但是我個人的話 我都會覺得說 我今天進來慈濟 我就是一心一志 要做慈濟 要跟著上人 至於這些人我是非 不應該是受到任何影響 因為風雨一定是有 三十幾年來 我會覺得說我是很幸福的 因為我會覺得說 每一個人都對我很好 尤其媽咪我還真的要謝謝她 因為以前她就是很疼笑 她跟文樹貞還有媽咪 都會跟我們兩個小孩子 跟她們買衣服 對 然後走來 給她們 她就是我媽媽沒用 甚至以前 我們孩子很喜歡媽咪 那媽咪呢 因為她當過老師 又很懂得那個小孩子的心理 所以說我們其實在髮青之間 就會感受到說 知道你在忙什麼 其實有去照顧孩子 但是總是說 可以再給孩子更多的愛 大家做回照顧 所以其實慈濟就是一個大家庭 裡面就是每一個小家庭 組合起來的愛 就在這當中流竄當中 所以當然我們的近期師姐 也希望說除了在髮青之間 有愛互相關懷之外 她也希望可以再多一點時間 跟家人有一些相處 也能夠關懷到她們 她會怎麼做呢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 我們的大愛劇場 紅塵驛站 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